DK的总冠军出炉了 波士顿塞尔提克在第五战 与106比88击败了达拉斯独行侠 在主场成功封王 至于众所瞩目的总冠军赛MVP 则是引发球迷的热烈讨论 一哥Jayson Taiten 本战是攻下了31分11主攻 但是最终并没有获奖 而是由在系列赛当中 表现更加稳定的Jalen Brown拿下 他发表感言的时候 也特别感谢好搭档Taiten 强调这是团队共享的荣耀 早早拿下三胜听牌的塞尔提克 错过了一次 不想再错过第二次 回到主场提提花园 展现渴望冠军的决心 Jalen Brown comes flying in on the past from holiday Stolen by Tatum Taitum goes up and lays it up and in 塞尔提克第一节 已经取得双位数的领先 整场比赛也靠着防守压制 以及团队攻势保持领先 半场这颗压哨球 气氛就像是提前庆祝封王 第二节打完绿山军已经超过二十分的领先 尽管手握大幅的优势 但是下半场的塞尔提克依旧不敢大意 第四节后半主场球迷世事待发 比赛终了的哨声响起 一起迎接等待十六年的冠军 队史第十八冠也超越胡人 成为史上最多冠军的球队 拿到梦寐以求的冠军金杯 是什么感觉 这一层一点不敢相信 终于梦想成真 他在封王站贡献全场最高的三十一分 外带八篮板十一助攻 只是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 板给了在系列赛当中 表现更稳定也更高效的Jalen Brown Bill Russell奖杯得主一公布 除了众人为杰伦欢呼 镜头还给到了Titum 引发了球迷各自解读 但只能说这个时候 做什么样的表情动作 大家都有得说 不如听听Jalen Brown的感言 可惜FMVP只能有一个人 不过能够高举欧布莱恩金杯 才是最实在心满意子的事情 而38岁L Hofer夺冠之后 也将现役季后赛出战最多 但没有冠军的球员 这个头衔交接给了大胡子 华时新闻林文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时新闻的YouTube频道